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嘉宾已经是多年经验的地产达人资深的投资房管理人Alison 丁旭 非常感谢Alison 本郎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 我愿意跟大家share一些我的information 太好了 那么作为资深的管理人 我首先请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样的房子呢 你认为是最适合做Airbnb或者是短租物业 好的 可以 那么我认为主要有两类的房子 一类是我们也比如说以北加州为例 对不对 与湾区为例 那么一类是比如说从三藩一直 三藩一直属三藩往北一点的Sosolito 或者往南一点的 比如说Pacifica Half Moon Bay Carmel Monterrey 这些Santa Cruz 这些风景区 那么我认为它是Tourist Focus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在Residential Area的 那这样说起来其实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的 是的 没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能可想而知啊 这个旅游区那么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呀 那么它是很大量的需求 但是呢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你说离哪里都不是太近的啊 就是说你说它离风景区吧 有个态度 也不是太近 对 然后呢唯一一个方便 可能这边有一个机场 小机场 对 然后呢离这个高科技中心这些分丝稍微近一点 这算一个特点 是 那么这一些你觉得它会有什么前途吗 那好那我就很愿意跟大家share一下啊 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呢 当然都发现了风景区的好对不对 然后会非常知名 有很多的游客回去 但是其实在居民区里面 也有很多的需求 比如说探亲房友对不对 比如说求医问药对不对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就是商临出差 其实像SumpleC它是非常适合的 对 那这样的话等于让我们这个拓宽了一下 我们这个思路了 是的 所以呢尤其是在我们在作为一个 这个对投资房非常有研究的 这个地产 地产人Royalter来看啊 比如说我们风景区的房子 从Pacifica Huffman Bay 然后Santa Cruz Monteray Carmel 这一串下来 这些房子呢 虽然它的现金流非常好 可是因为很少 就是说涌入居住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因为它毕竟还是上学工作 不是那么方便 对不对 那么它其实房子的appreciation 就是房产本身的增值 并不是那么高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反过来看 我们广大的这个居民区 对不对 从东湾的Fremont 一直到南湾的Santa Cruz 甚至到半岛的Santa Cruz 对不对 它房产本身的增值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你享受了这个两个方面 带来的这个益处 是的 那么另外呢 就从这个房子的户型呢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除了location之外 那你觉得 比如说是 2by room的 甚至2by room以下的 这种小户型 还有包括3个by room的 那还是说4个by room以上的这个大户型 那特别是这个大户型 很多人就问一个小白的问题 就说很多人这个大户型就很犹豫 说哎呀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呢 我是不是要分开贴 就说我must by room贴一个 其他三个单独贴 那你认为怎么样 好 那这个是根据我6年的工作经验来看 以及我们公司根据大数据分析 推导的数据结果来看 其实是4房以及4房以上的房子 才是带来最多现金流的房子 对 为什么呢 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说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的房子 甚至这个studio 你卧室两个卧室的房子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的竞争对手是hotel motel 以及那些住在自己家里 把多余卧室租出去的人 那把多余卧室租出去的人 可能盈利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所以在盈利方面 有可能就竞争不过这些人 他就是价格有可能是 就是低于市场价 对 那甚至他不可 也可能他价格低于市场价 也许他能提供一些你不能提供的东西 比如说在家里居住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 每天心情很好 给每一位房客他做好了早餐和晚餐 对不对 那他煮一锅茶叶蛋自己也吃不完 对 是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 到晚上做一份牛排的话 也分给房客一份 对不对 那这些牛市 那么你如果只是一个one bedroom 或者一个studio 或者甚至two bedroom 你都是无法享受到的 而这样的房子可以想象 其实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呢 你想在湾区 很多人他是空肠了 对不对 子女去工作 去有个自己的生活 那么老人住一个四卧室 五卧室的房子 那他能想到的就是 自己在做短租也很flexible 对不对 当他想做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们的房子打开了 可是在湾区这么贵的地方 又有多少人能够把一整套 四个卧室五个卧室的房子 拿出来做短租呢 其实并不多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套的话呢 可能会是这一种族可梦寐以求的房子 但是呢 就是可能你是非常脱颖而出的 没错 是 特别是这些大group的 他们会有更强的motivation 因为那个hotel提供不了 因为大group他们愿意一起吃饭 就是因为中国人可能一起吃个火锅 什么的 但是你在hotel的话呢 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特别是如果这帮人甚至有的hotel还要收parking fee 对是 那么这个他就是会增强他的这个订购的这个欲望 对是的 然后其实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然后租客也不仅仅是中国人 那个全世界全美国各个角落的人来这里的都有 就像我说的有探亲访友的 有参加婚礼的 有参加葬礼的 对不对 有来治病的 有来求医问药的 像我们北加湾区对不对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也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这个生物制药基地 那么是有很多人来这里去选用新药啊 去跟药厂接下 所以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对于一般人来说 可能不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来说 它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做的很长 所以经常能看到这样各种各样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来 那剩下至于像这个科技公司 小小的迷你科技公司 startup 那比如说从Y Combinator 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些风头那里 对不对 Greedlock什么的这些 拿到了一笔初创的风头 那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几个码工 十来个码工 大家租一套Airbnb 不分日夜的在这里做coding 这种情况我也是碰到的 对 那么做出做了三个月 他们要做出一份 比如说Portacle啊 然后给他们的投资人来看 这个其实也是 就本来当家的 这是一个很强劲的需求 而且呢 这个收入又很高 还有的人 他就是不想住 那个宾馆的那个高楼大厦 就想要藏在小格子里 他就是想接地气 没错 是的 他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需求 就是带宠物的家庭 对不对 那绝大部分美国的家庭 他都是带宠物的 那么宠物在旅馆里头 受限制 受限制对不对 还有很多旅馆 它是不欢迎宠物的 那么你住一个民宿 对不对 那么你的这个猫猫狗狗啊 各种各样的宠物 都可以在后面里头玩耍啊 休息啊 有活动空间 没错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我自己就带宠物住过hotel 他虽然是他hotel friendly 但是呢 他因为跟隔壁挨得太近 一出走廊也推到人 他就会影响别人 而且主人也要特别小心 不要咬到别人 对 是 没错 理解 好 今天非常感谢 Alison 在这个 我们最基本的这个 concept上面 给了我们一些指点 那么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观看